外交官的职位需要一定的才华,破例,有勇有谋,是非常优秀的人才能做得上外交官的职位。 外交官服务于国家,面向全世界,每次国际会议上,都会看到我国众多外交官们的能言善变,不管是现如今的我国外交官部长王毅大大,还是我们最敬重的周恩来总理,都为我国外交历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部分。 一个国家强大,外交官在国际上说话才会有分量,有底气,如日前的叙利亚外交官在联合国会议上的画面,让很多我国国民满目盈眶,因为像极了多年前的中国,像极了多年前。 中国外交官在国际上的表现,无奈自责,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得来的还是对手的不屑一骨,国家的强大就是外交官们的底气。 在历史上,我国唐朝就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朝代,王玄策就是当时唐朝的极具有勇有谋的外交官。 当时在唐朝最鼎盛的时期,许多国家开始派自己的使者到唐朝进行学习和朝拜,极其注重礼仪的唐朝,在这些国家使者回国的时候,都会派王玄策进行护送。 当时的天竺国也在内,王玄策带领自己的父使和三十多名将领,开始护送天竺国使者回国。 到达天竺国的时候,正好遇上天竺国国王秉逝,当时的大臣阿罗纳顺开始造反,趁混乱之际,把王玄策和三十多名将,另一起抓紧牢里,并且进行屠杀。 因而当时王玄策和父使被救,当时的王玄策非常气愤,说出了到现在,还在流传的一句名言,干屠杀我中国三十人,就灭你一个国,说到并做到的王玄策,在当时受到了皇帝的重用。 王玄策的确是非常有勇有谋的人才,也是唐朝当时国力十分强大,作为唐朝的外交官,十分有底气,所以一个国家和国家的外交官都是相辅相成的,缺一不可。